最近日本一家初創企業研發了一款可以給人駕駛的大型機械人 它的外形就像日本動畫中的機動戰士一樣 令人類操作高達拯救世界的夢想有機會成真 企業總裁還說希望這個機械人將來可以用在救災或航天工業中 而他就計劃先製造並出售五個機械人 每個將賣300萬美金